哇 這骰子牛 香噴噴的 等一下吃起來超過癮的 為了新北終於又新開了一間buffet吃到飽 這間是位在新莊的經驗會館裡面 最近新增設了這個巴里斯莊園 它新開了一個異國料理的一個海鮮百會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的價位是怎麼樣 嗨 掰掰 這我們好朋友剛剛已經吃完了 宴會廳看起來都比較大氣 飄高大氣一點 看到沒有這個水晶燈 我們現在來到市戶外區 它這邊還蠻特別的就是它總共分為三區 甜點區就是剛剛在入場處這邊 然後另外它這邊戶外區就是會有一些BBQ 還有一些串燒的餐台在上面 然後等一下會帶大家看一下 那因為是平日的午餐過來菜色可能稍微少一點點 如果你是晚餐的話感覺品項會更多 還有沒有這個有一點點這個南洋風味呢 這戶外區 然後再來就是裡面的餐台呢 也還蠻明亮的啦 菜色的話我們都會一一做介紹 不過這次介紹因為是在餐期的中間 所以菜色不是很完整 就請大家多多包涵啊 BBQ 就是整個串燒都有 所以還蠻特別的 一個吃到飽在新中地區 這是今天午餐提供的菜色 有牛肉串 玉米筍 骰子牛跟豬五花 還有香煎 這是什麼肉 香魚 師傅這個是牛肉的嗎還是豬肉的 那個牛肉的這個雞肉 這是雞肉的 師傅準備好都會放在 這個餐台上自取就可以了 這看到的話是豬五花 然後師傅現在在煎的呢 這個就是骰子牛 還有烤香魚 鐵板煎香魚這邊都有 好我們這邊呢 午餐它是有這個手捲 四種口味的手捲 師傅我要一個鮭魚卵 還有一個蘆筍的 手捲 然後呢 炙燒獲壽司 有一個辛曼跟鮭魚的 師傅那我要各一罐 這是師傅幫我們做好的那個 鮭魚卵手捲還有蘆筍的手捲 滿滿的鮭魚卵 哇吃起來超過癮的喔 然後這是剛剛炙燒的辛曼跟鮭魚 要拿盤子嗎 對啊 好謝謝 我們要準備回桌上講用了 哇 這個是我們剛剛拿的那個 炙燒辛曼 還有這個炙燒鮭魚的 感覺這還滿大器的 來看一下調味怎麼樣 這辛曼 這辛曼好吃喔 然後這也是鮭魚 炙燒鮭魚 剛剛上面有補上一層薄薄的 那個好像是倒燒醬喔 所以整個讓那個辛曼跟鮭魚的肉 味道鮮度有提上來 好不好 各位不要只有吃那個炙燒魚片 然後肉都不吃好不好 千萬不要這樣浪費食物 這個壽司米喔 雖然比較占味的空間 但是 調味的還不錯 就是那個 軟Q 有沒有 不會太硬 但是口感剛剛好 提醒各位千萬不要浪費食物 好不好 拿多少就把它吃完 OK 好我們要繼續挑戰 這道食物要吃什麼 好吧 剩下那個米粒我還可以處理 我們先去 帶大家看一下今天平日的午餐 有什麼猜測 然後這邊有綜合的生魚片 師傅這個是什麼魚 鮭魚 鮭魚 這個是鮪魚 鮭魚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黃金魚白 好 好 這雙新裝新開的 吃到飽啊 哇 現在鮭魚很缺貨 而且價錢非常安貴 看到沒有 隨便你夾啦 好不好 吃到賺到 喜歡吃生魚片的朋友 來這一間就對了 看到沒有 滿滿的 現在要在那個自助咖啡 吃到那種 生鮮的鮭魚 好不好 我們不能夠錯過 東西再好吃 請適量就好了 好啦 我們的生鮭上桌 我剛剛試一下 這邊鮭魚 其實 口感還不錯 就是 還蠻新鮮的 所以 哇 現在是真的 鮭魚 在有些飯店是 buffet 午餐餐也是吃不到 在這邊啊 隨便你夾 哇 真的是 太幸福了 如果你喜歡吃 生魚片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家 哇 超滿足的 超滿足的 我們就把剩下這幾片解決 再來吃其他的東西 這家呢 菜色不多啦 但是 因為今天剛好是 開幕的前三天 又買一送一的優惠啊 所以我們就來場見一下 所以 也還不錯啦 你的用餐氛圍就是 有一點南洋風喔 然後包含他這邊放的音樂 所以 吃飯呢 是還蠻優摘的 那當然啦 這菜色是不能夠跟 台北的一些新鮮飯店比 但是價位商也是有差 如果你是住新鮮地區的朋友啊 我覺得如果他有優惠的話 你可以來試試看一下 這鮭魚 非常新鮮啦 然後帶一點口感 好吃 好啦 我們那個生鮭吃完 要跟著去吃別的東西啦 好啦 接下來是餐廳的生猛海鮮區啦 今天午餐的話呢 大概有五種 有那個白蝦鳳螺去蟹 這個白蝦 三點蟹 淡菜 還有鳳螺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小章魚 然後今天是平日的午餐 然後 三點蟹我們等一下再幫大家吃看看 辛苦青天喔 另外這邊看到的話就是 柳葉魚 還有一個什麼和風小鮑魚 然後被夾光被夾光了 剛剛手腳太慢了 這個是涼拌大薄片 欸 各位看一下 這邊居然有那個雪魚乾的涼拌沙拉耶 這個雪魚乾超好吃的 我們各位分享一下 推薦大家一定要點 另外這個的話就是 這是什麼 涼拌海鮮 抱歉啦 現在已經是餐體的中間了 所以菜色沒有那麼完整 另外這個是 這不知道是什麼呢 跳過跳過 這個是剛剛看到那個小鮑魚 小鮑魚 另外這邊的話就是 生菜沙拉啦 這是什麼啊 涼拌青木瓜 欸 看一下這邊還有打十八拉耶 喔 還有燈光 這邊就是那個 摩摩喳喳的一個配料區 然後這邊就是水果區 各位有沒有覺得 一閃光明燈打下來 好亮喔 好啦 我們繼續開動了 好啦 這邊就是熱食區 帶大家看一下有什麼菜色 這是 泰式酸辣檸檬魚 綜合 阿里海鮮 這綜合咖哩它是用蓄蟹 然後辣草 蛤蜊 哇 我們的生蠔出爐囉 欸 這生蠔真的不好等 這邊是焗烤生蠔 我們現在還等排隊領群 好 剛剛排隊人太多 我們就是一次一次拿三顆 你要再排隊拿 那因為它是定期出來的 所以 你要拿那個烤生蠔 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然後另外這邊看下來 這粥好像是泰國粥 所以 那這個是蝦醬高麗菜 綜合草食蔬 還有一個綠咖哩 這邊有燉羊肉 我等一下來試看看一下 現在羊肉好像也不便宜 然後 吃一下味道 熱食區這邊有月亮蝦餅 蝦醬雞翅 還有一個椒馬雞 椒馬雞 剛剛那個羊肉又補上來了 我們等一下 這羊肉超好吃的 推薦大家這個燉羊肉 完全沒有騷味 推薦大家比吃 現在上次又是那個 奶油焗烤生蠔 這個奶油醬調配的味道還不錯 現在還蠻濃郁的 搭配這個鮮科的鮮甜 這應該不能算生蠔 就是算鮮科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燉羊肉 燉羊肉 現在羊肉就是貴貴的 豆腐 這個羊肉 燉足的剛剛好 沒有到入口即化 但是 軟嫩帶頂口 我們現在那個是現點現煮的湯品區 今天中午的話是蛤蜊湯跟魚片湯 然後這邊的魚片是使用鱸魚的 然後那個蛤蜊其實也蠻大顆的 晚餐的話湯品種類也是一樣嗎 對 目前為止 好 對 午餐跟晚餐來的話 都是這兩款湯品 目前 我們現在等待我們的 哈媽湯 哈媽湯現在正在煮至中 我們蛤蜊湯好了 然後另外來到這邊 它一個 越式的一個現蔥牛肉湯 跟我們一般常見的口味比較不一樣 就是 你一樣把那個牛肉放在晚上呢 然後淋上高湯之後呢 旁邊只有一個 越式的醬汁 大概淋一匙就可以了 如果你覺得口味太重的話 你可以另外裝一個小碗 然後不論是剛剛的那個 鱸魚湯 或者是這個拿來沾食這個 牛肉片 味道都還不錯 哇塞 這邊有肉骨茶湯耶 先把蛤蜊湯帶回去 再來試試看肉骨茶的味道 這個湯超鮮的 溫真 還不錯啦 你這個蛤蜊湯去外面點可能 一碗也要80還是60 如果像這麼多的 薑絲蛤蜊湯 好這是我們剛剛從餐餐上拿的那個豬肋排 那實際上蠻厚切的 如果喜歡長鮮的朋友其實拿一根就好啦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肉 所以就跟師傅要了一個三大根的一個豬肉 這邊的豬肉是比較有咬勁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拿那個手套 手上戴手套來吃 會比較方便 師傅現在這是什麼 海鮮捲嗎 對 那圓圓的那個呢 這是三杯雞球 三杯雞球果 裡面有三杯雞是嗎 對 三杯雞做成球狀的 等一下我們來試看看一下 師傅你給我兩顆嗎 還有那個 這個啊 酷式米果的東西裡面包的是三杯雞喔 感覺外表是還蠻酥脆的啦 所以你們看到這個咖哩咖哩聲喔 超酥的耶 裡面喔看一下它是三杯雞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是包三杯雞 但是我看感覺就是一般可能嚼肉啦 就是有點像三杯雞的風味喔 但是我不得不就說它是外皮真的超酥脆 那搭配裡面那個鹹香的絞肉啊 整體口感還不錯耶 推薦大家可以試一下 真的超正典 而且我覺得有點淡淡的一個酒香味 推薦鼻子喔 好吃 這邊的炸物啊 都很酥脆 對 海鮮捲 哇塞 海鮮捲 哇 有真偽的鮮香 整體口感還不錯啦 就是還蠻清爽的 推薦大家 推薦大家要試試看喔 抱歉因為這邊燈光那個 屏股的關係喔 所以我們今天影片看起來會有一些 嗯 沒有那麼 畫質沒有那麼好 各位請大家就見諒一下喔 飲料區這邊還有現點現做的一個 南洋風味氣泡飲 那你再直接加 師傅這邊有什麼口味的調酒呢 你會叫它只有一種 我還要一杯泰式奶茶 對 把這邊現點現做了啦 所以需要等候一點點時間 接下來看到這個是美式竹樂排 旁邊的話這邊都有濁調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做添加 這邊的話有泰式酸的海鮮湯 跟那個拉薩湯 師傅我要一個拉薩湯 然後米粉的話我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好 這個就是海鮮湯的一些佐料啦 鮮蝦花枝 丸子跟魚板 欸我跟你講 剛剛我喝了一下這個拉薩湯有沒有 欸是這樣發音嗎 你也錯請不要糾正我好嗎 熱沙 熱沙湯 欸它味道還蠻 還蠻道地的喔我覺得啦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拿的米粉 然後海鮮 所以花枝跟蝦子 欸整個口感也還不錯 非常棒喔 剛烤出來的時候 外皮是有一點酥酥的 會比較好吃 這個彩虹蛋糕呢 看起來還挺誘人的 好不好吃呢就不知道了 你常常有這種經驗啦 就是那種看起來非常好看的啦 通常味道都還瘦瘦 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看一下 欸這已經有換一下子了 海綿蛋糕體喔 其實還蠻綿密的喔 風味不會太差 就是一般的海綿蛋糕 然後加了不同的顏色上去 整體口感不錯啦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個新鮮藍莓 酸甜的風味 加上這個海綿蛋糕的鬆綿口感 我覺得還可以 這好像是什麼咖啡核桃蛋糕 這邊蛋糕就比較一般一點 不要拿來跟那個新鮮飯店相比 一餐下來大概八百多塊 提供一個莫凡筆喔 大概有四種的口味 還有一個什麼義式冰淇淋喔 塔拉朵義式冰淇淋 就是各種水果的口味啦 感覺還行 哇塞 有西瓜、百香果、蘋果跟火龍果耶 等一下來幫大家試一下 好獨特的水果冰淇淋啊 另外這邊就是飲料區啦 我們常見的咖啡機 另外這邊有提供 古惠紅茶、高山烏龍茶 還有印尼的白咖啡 都是可以自己去用的 另外這邊還有冰沙機 跟三款的飲料 有橙汁芒果汁跟蔓越梅汁 另外這邊還有特調的一個氣泡飲 要直接跟服務人員點就可以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